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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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封有果 报经天 铁面无死 变中间 江湖豪杰 来相逐 王朝和马汉 在身边 钻田树 深情如烟 车地树 是条好汉 穿山树 铁碧胜泉 盘枪树 伸手不放 青毛树 一生试担 这武树 一劫尽浪 西夏河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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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沿 若要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啊 你 没想到吧 这魂 你可以让我给掐住了 你说什么 我说什么 难道你要我说出你全部的阴谋勾当吗 说 我当然会说 不过 不是现在 要说嘛 也在公堂之上 你有什么可说的 比如说 眼前你身怀凶器 偷偷地出府 算算脚程 到了开封府 你是夜半时分 该是动手的好时机啊 李 怎么 现在你也知道 我有话可说了 不过 我刘天峰 也不是一个无情无义之人 我也知道 什么时候该说什么 什么时候又不能说什么 你不配跟我谈情谊 在我的眼里面 我是个畜生 你 好 随你 今天我在这儿等你 并不想跟你呈口舌之友 你想怎么样 我 我想跟你谈个条件 你 你想跟我谈条件 谈不成了再动出 也不迟啊 有话快说 我的要求很简单 虽然巧玉妹妹已经注定是我的妻子 可是 我不希望你留在府里爱我的眼 你也没有什么理由可以继续留在府里 我要你离开 离开玉莱县 最好不要再回来 我们俩 就算是谁也不欠谁 闭上你的嘴巴 你 你不配取巧玉为妻 我告诉你 我王大这一生最恨受人极限 而你已经犯了我两次打击了 你别乱来 我没有追你说话 四个月已经 你又要我离开玉莱县 你说 你该不该死 你不要乱来啊 这是开封府 包大人在这儿 你不要乱来啊 这是你第二次恐吓我 他们是你的嘴管 还是我的刀管 姐 看来 你这把无情刀 是越来越没有价值的 杀这样一个废人 值得吗 姐 为什么 我不能袖手旁观 看你做错事 师娘要我照顾你的 她说对我一句话 你没有理由再留在这里 你拒绝了巧玉 你也不再是刘天鹏 只要你能说出一个 你必须留在皇府里的理由 从今以后 我不会再为难 无话可说了吧 今天我一定要带你到你 不用你带 我自己会走 等我 走得好 这家巧玉 就是我的了 她走了 她 我拿了昨天的功课 要去给她改 结果 屋里面没有人 我到处找 也找不着 这生今半夜的 她会去哪呢 我也不知道啊 可是我在府里的 上那些都找过了 就是找不着她的人 她会不会是去 姐她要去哪里啊 走了 爹 爹 什么事啊 爹 什么事这样慌张啊 爹 王达哥哥不见了 王达不见了 走了吗 爹 他 哎呀 这样也好啊 爹 您不知道 他 他怎么了 我怕他会犯下滔天大罪啊 什么滔天大罪啊 他可能会去刑刺包大人 啊 他一直缓恨包大人 当年误判他爹的罪 他一直在四季报复啊 包大人没有 包大人没有误判啊 爹 您怎么知道 当年他爹犯案的时候 为父的正在同云县做县城啊 所有的安情都是爹亲笔记录下来的 爹 您早就知道他的底细了 不是爹知道 是包大人知道 包大人早就知道他是王达的儿子 前天爹把当年的案卷翻出来送到开封府 才确定了他的身份 怎么说 爹和他爹曾经是同僚 爹 我回来就是要找他爹 在二十年前写给我的一封信 还没有找到 就来了刺客 爹 那么他知道这些往事吗 他怎么会知道 好 快点 帮爹把那封信找出来 就在那个箱子里 爹 我帮您找 好 来人 大人 背下 是 爹 爹 爹您 爹要敢去开封府 我要阻止这件事情 你要下哪去 到哪里都是一样 你会放过我吗 你会让我去做我想做的事情吗 小弟 我们可以平心静气好好地谈一谈吗 有哪一次 我们要好好听你的话 可是你都有听进去吗 姐 难道我就不能有一点自己的想法做吗 当然可以 只要你放弃报复的念头 为什么 为什么你老是护着包枕 难道你忘了我们小时候的恋戒 就是为了杀包枕为父报仇 你全都忘了 没有 我没有忘了 娘从小带着我 相依为命 刻苦迷心的日子 我一生一世都不会忘记 娘要我这么做 不是为了包大人 全是为了你 怕我受过伤害 怕我报不了仇 我不怕死 你不怕 是因为你不知道你生命有多可贵 生不能报复仇 尝不了母本 留着这条命 又有什么用 为了娘 为了娘 我们必须好好地活下去 我们的生命 是娘耗尽一身的清水 用血泪汗水换来 只要我们活着 就是爹娘最大的安妇 你能明白吗 小弟 姐知道你本性善良 从来没有坏心 娘也说过 你爆裂固执的个性 跟爹一样 爹走错了你 毁了娘的一身 而你 你是我们王家唯一的后代 你不知道你性命的可贵吗 忘了这些吧 忘了那些心中的仇恨 只要你愿意 再巧一遍 我会去跟黄大人起床 姐夫那一辈子都跟着你 只要你好 只要你们好 在什么样的折磨 我都愿意真的 我都愿意真的 姐 你不要哭 你让我静一静 让我想一想 让我好好想一想 让我好好想一想 请你叩见包大人 巧玉 不是本府要说你 怎么让你爹赶那么远的路到湖里来呢 有再重要的是 你自己一个人来也成啊 包大人 大人 此事非同小可 下魂 非要亲自来赴不可 什么事情这么重要 巧玉说 那王达 王达怎么样 包大人 子女怕他 子女怕他今天会来行刺包大人 哦 是吗 是的 包大人 说下去 不瞒包大人 子女也劝过他 劝他化解心中对包大人的仇恨 甚至还求他 可是 他却不为所动 姑且不论对与错 这怨恨 是他这一辈子心中最大的负担 岂是三言两语便能化解 你切莫毁心 包大人 本府看你焦急的神色 只怕只有一半为了本府的安危吧 大人 大人 学生想 是不是要找展护卫不急 大人 这是二十年前 王坤将要被刘凤之后 王坤将要被刘凤之后 给下官所写的亲笔刑案 让下官找到他的家人 他在寒中 已经透露出将要不急人事 就是放心不下他的孩子 下官 下官 再也没有想到 他的妻子 竟然带着一双鱼鱼 随着王坤出关了 这么说来 他们母子三人并不知道有这么一段王室了 自从王坤被流放之后 下官再也没有见到过他的家人 直到现在 只能怪命运的安排 让他的家人受了这么许多的苦 让那孩子拼添了无由的仇恨 包大人 数侄女多严 你好像 你好像一点都不责怪他 依你看 这王达可是恶人 这 本府要你实话实说 你与他相处的时间最长 本府想听听你的见解 他绝对不是恶人 昨天 有天宝那样欺负我 眼看着王达之后可以把他推到城楼之外 可是他并没有这么做 他虽然很生气 可是还是把他给放了 他绝对不是坏人 好 本府就相信你的话 或许你我可以帮他改变一生 你可愿意 我当然愿意 我 大人 我不能让他迷途之反 那下官想来对他爹 也总算是有根交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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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ufactец 太郎 你寄行事 没有奔赴的奔赴 谁都不许露面 是 小弟 查人犯 原童云县捕头王坤 因故与县名冯大兴 争执护欧 仅失守 疾伤冯大兴致死 人犯王坤 身为执法者 竟不知自治而称兄 难辞其咎 为因死者 轻薄调戏王妻 而因破端 王某亦非有意 致人于此 齐情可明 判处流放 为其十二年 一力自信 王坤 如此判决 你可欣服 属下感谢包大人恩仇 王坤 你有病在身 可以请求包大人恩准 等你疗伤权宜 秋后再复兴 不 属下沉得住 属下这次犹如冠狱 臣莫皇 不死之恩 岂敢再受死毀 属下口下包大人 怎么会这样 不可能会这样 不可能会这样 我应该不是这样说 就不是真的 就不是真的 都是真的 都是真的 当时 令尊不肯接受包大人的好意去救 尊不肯接受包大人的好意去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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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肯接受包大人的宝 这总不回家吧 七月二十一日 王坤敬奉�밖黄大人阁下 属下无状 四取或断 罪无可患 秋季行一散天恩而不得 扬手无言一对朝廷 副手窺令驾啸蒙秀 苟眼惨胜荐、何以赐罪 唯卷术无辜 严或非浅 赤楚求高 其大人不羞扶持 属下来生再报大安 不情之情 阁下连场 汪坤气血再败 不是的 不是这样的 我娘不是这样说的 怎样你才能相信 这一切都是真的 难道你连你爹的刺激 都不认得了吗 接到你爹的心之后 我立刻赶到你们家 谁知道 灵堂已经带着你们姐弟 跟着你爹出关了 从此之后 再也没有看到 这件事情在本县的心里 压了成长的二十年 不 这不关你们的事 是包亲爹 他害死了我爹 该死的应该是他 如果你要随意而行 你先杀了我 乔玉 你让开 只有一条路可以让我让开 你杀了我 乔玉 你不要逼我 你不要逼我 乔玉 飞下去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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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领尊十条好汉,敢作敢当,案发之后自责甚甚,失手杀人罪不致死,只因他自认颠覆关门,几度堂上求死,终至报伤俱医,丧身抑郁,如此刚愚自用,就算他自认为求人得人,却累了你一家母子,无依无靠挣扎一生, 这一种固执,岂是你所当效法。你虽混击草莽多年,本府倒不觉得你有暴力之情,这也就是本府质疑要救你的原因。 若果真杀了本府,能让你一世心安,那有何难? 包大人 小弟 小弟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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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都退下 包大人 了结了冤丑 不,本府要你堂堂正正的做人,就像你的父亲。 包大人 小弟 王大 小弟 王大 大人 神 小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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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放了 你怎么没走 我不是要你走 走得越来越好 你怎么 放肆 岳父大人 我放肆 我要说出他的底气 说出他的阴谋 那可把你老人家给吓得翻个跟头 到时候你就知道是谁放肆了 你能说他什么 说他是王达 说他想行刺包大人 没错 他的阴谋 你怎么知道 你怎么知道 你要说的话 在座的人都知道 你就用不着再说了 谁要听你说的话 这哪有你说话的份 这府里还有王法吗 怎么回事 你们全帮的外人来跟我作对 我倒成了什么人 我是刘天鹏 黄府里的姑爷 他是谁 你 你 我姐他在不要嫁给你呢 这可由不得他 这道婚事 是由王大人做的 王大人 您说对不对啊 你 借 借 天堂 你 你太过分了 你爹怎么生出你这种不孝子 岳父大人 你 这么说你的女婿吗 你 你 你真是王大 你 我可把刀子 好 你狠 咱们看看 到底谁狠过谁 有本事 咱们开物无耍却 大人 刘天鹏的房间 果然也留下同样的血迹 好极了 有了这个证据 那刘天鹏再狡猾 也难逃法王 大人神赛 丝毫不差 这就是天王灰灰 输而不诺 再有智慧 也不能视财为恶 忍赏 你 你 跟着 查看何人击鼓名冤 是 冤枉啊 冤枉啊 冤 将几股民怨之人带上汤来 将几股民怨之人带上汤来 草民流天佛 靠见青天包大 刘天佛 你因何几股 有何冤情 回包大人 草民是为了包大人生命安危 冒险前来禀报 包大人明朝 你照实说来 回大人的话 其实那王达 是为了行刺包大人 才冒名潜入黄土 你就为了这件事 是几股 大人 你们怎么没有反应呢 本府在问您话 是 回大人 草民是为了天大的阴谋 前来禀报的 你是如何得知 那王达 亦与谋刺本府 回大人的话 草民是亲了听见王达所说的 你听见他说 可有佐证在握 佐证 没有 报堂 唐谈谷 乃为深渊而涉 如今 你却为区区传言 善及唐谷 你这是无知 亦或是蓄意骚扰 草民 草民 你可有辩解 回大人话 草民 草民没有 刘天鹏 你曾指称那王达 刺杀黄大人 如今一说 他要谋刺本府 你与那王达 究竟有何瓜葛 同时招来 冤枉啊 大人 草民与那王达 素未平生 怎么会有瓜葛呢 但说 他是假冒草民是民 冒名潜入皇府 才遭了这一人到一人串的麻烦 草民是受害者 这回 怎么变成了 我是人犯的呢 大人明察 你与那王达 草真是素媚平生 逃狐瓜葛 当然是真的 包大人 你怎么 怎么好像不相信草民所说的话 只要你正心诚意 又何须担心本府不相信 各位包大人 草民所说 句句实言 真假是非 自由攻断 共孙杰 杰森在 穿 王达 黄大人 黄乔玉 一干人等 明日生堂 分明 退堂 下 敬 赢 不 前 姐 姐 不好 王达哥哥他又不见了 又不见了 又不见了 我也不知道啊 我找过他的屋里没有人院子里也没有人 他又不见了 王大哥他到底會不會回來 會 姐姐 王娟姐姐 他真的會回來嗎 當然是真的 姐太好了 你不用難過了 王大哥哥他會回來 回來又有什麼 這次他回來 我一定懂 真的 姐姐 你真什麼意思 我說的還不夠清楚嗎 可是我爹 還有那兩天破 他是不會罷手的 這回可由不得他了 姐姐 你越說我越糊塗了 明日開封堡公堂之上 一切都會清楚的 我們請草民王達 叩見包大人 叩起來 一旁後臣 謝包大人 謝包大人 王達 草民在 你可是同雲縣王坤之子 回包大人 草民正式 你冒名頂替前居皇府 墓地安在 回包大人 草民原本一心想為父報仇 前居皇府 是欲刺激刑刺包大人 說下去 草民無知 蒙包大人 寬量不醉 草民之作 照你這麼說 你與那劉天鵬 早已相識 可是真缺 回包大人 四個月前 草民在葫蘆西畔 救了他一命 從而相識 劉天鵬 草民在 何時實情 這 回包大人 他是為了下手 搶草民身上的玉桌子 才故意接近草民的 我是被害者 本府只問你 與他在四個月之前相識 是否實情 你照直說來 是 草民是在葫蘆西畔碰過的 那前侧唐神 你二人為何隱瞞實情 故作陌路 回包大人 草民只因心懷不軌 唯恐他揭穿事實 以致隱瞞未報 劉天鵬 草民在 草民在 是 是 他冒你之名 卻也隱瞞不報 所謂何來 是 莫非 你也有 把柄在他手中 故而不敢誓言 同時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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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 封 何人指引 何人指引 他 刘天鹏 郝大人 他胡说 傻大人 本徒并未与您说话 草民知错 王达 你说下去 回报大人 草民从三名欲别他还债的江湖客手中救了他之后 因他虚款恐急 怂恿草民 买下他跟皇府的婚约信物 草民花了一千八百两银子 买下了那个玉镯 还有 新娘子 刘天鹏 可有此事 回报大人 你绝对不能听他一面之识 绝无此事 报大人明朝 刘天鹏 我希望你像个男子 敢做敢当 等仁正上台 你会更难受 仁正 什么仁正 传人家 上台 草民 草民扣见亲民包大 你是何人 回大人 草民第一 你从事什么行业 回大人 草民在黑季赌坊当庄家 草民 这两名男子 你可认得 回大人 这位刘少爷 是毒房里的常客 这位王大爷 草民只见过一面 当时他是跟刘少爷一块来的 还赢了毒房里一千八百两银子 所以草民记得特别清楚 刘天鹏 你可曾收下那一千八百两银子 回大人 草民没有 没有的事啊 哎 刘少爷 你怎么撒谎呢 那一千八百两 是我亲手交给你的 你说这话会害死人的 你可不能乱说啊 哎哎 你才不要胡说啊 什么的 共同志上不得喧哗 你们三个 我明白 你们又是何人 回包大人 草民总是黑系厨房赴院 那刘天鹏 可曾积欠你们毒债 回包大人 刘少爷 这次积欠租房一千五百两银子 他可曾还清 回包大人 他不但还清 而且还多给咱们兄弟二百两 他因何要多给二百两银子于你们 回包大人 他助咱们兄弟去帮他讨回玉卓子 刘天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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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民在 你还有什么话说 草民 草民 他们所说的可都是实情 说 回包大人 是 是实情 草民 人正退下 天后再传 多远拜 刘天鹏 这玉卓之事如今真相大白 苏政 你与皇府婚约 是你毁约在先 你可承认 回包大人 草民承认 你 简直是出生了你 皇大人 皇大人 夏官大人 那刘天鹏 已经自称 与皇府婚约 使他毁约在先 本府判定 他与巧玉的婚约无效 你可有意见 大人明察 夏官感恩不尽 至于 你选谁做女婿 就被本府全责了 多谢大人 王娇巧玉 你们也先行退下 谢包大人 可谢包大人 草民是否可以先行退堂 邓天鹏 你杀人嫁祸 你可认罪 你冤枉 大人 可大人冤枉 你是不肯认罪的了 回大人 王大人 被杀的时候 草民亲眼看见他 本府并未认罪 提及黄大人受伤之事 你如何得知 本府所说 杀人嫁祸 指的是这一桩子 草民 草民 你杀伤黄大人之后 将剑藏在王达屋内 嫁祸于他 你可认罪 包大人 你可不能乱说啊 这郁家之罪何况无耻呢 草民冤枉受罪四小 可是包大人公正怜悯的荣誉 可叫鬼呢 大乱表明 你虽将修剑藏于王达屋内 可是你房中却留下 剑锹裂缝中 震出的血迹 你可要本府带你现场验证 你出声 你出声啊你啊 刘天宏 你还不认罪 我 奥 我 大人 草民 草民 刘天 楼 大人哪 打 你 将他押下去 拼后肩盘 是 好 草民在 你貿任官清 欺瞒工堂 你可知罪 草民听后发落 你貿任官清 欺瞒工堂 本应一律治罪 顾念你 出自一片孝心 齐情可敏 不予重罚 本府判你 劳逆三月 你可幸福 草民幸福 谢宝大 黄大人 下官不敢 本府如此判定 你可有一天 下官不敢 多谢大人 罢官遗憾 退堂 吻 各位观众 真微莫变是非难断的真假女婿 终于在明察秋毫 断暗如神的包青天面前 有了水落石出的圆满结局 下个星期一晚上八点 我们将拨映另外一出新戏 紫金锤 仗着皇家威士 横行霸道的赵家兄弟 为闯下什么滔天大祸呢 杨子不叫谁知过 纵死作恶 为害民间的赵王爷 又会有什么样的下场呢 面对代表至高无上权势的紫金锤 包青天 他不得不屈膝跌头 但是在立抗强权 伸张正义的过程当中 包青天所展现生死融入 在所不惜的气魄 实在令我们钦佩 下个星期一晚上八点 敬请准时观赏 包青天最新单元 紫金锤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